我们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 给了我们进行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极大的启发 也引发了我们一些思考 首先是俄罗斯军队的组织结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俄军在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的军队是经过了一大时间的大混乱 当时由于财政的问题 军费得不到保证 很多部队的官兵把枪支弹药拿出去卖了 幸亏是俄罗斯的核武器 没有出问题没有出毛病 当时前世代的军火市场上 你想买俄罗斯的买苏联的武器什么都有 坦克大炮都有 那么俄军在苏联解体以后进行了重组 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 首先就是组织结构上经过几轮的重组 他们认为师这一级砍掉 走进铝 每一个铝下面 走进几个合成战术营 认为这样的话 减少指挥层次 增加信息化的程度 增加机械化的程度 认为这是符合现在军事改革的发展趋势 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证明 俄军的这个改革的大方向虽然没错 但是具体的方式方法上 具体措施上有漏洞 他的合成战术营 车辆太多 装备太多 但是后勤保障这一部分没有跟上 油料弹药的供应补给 尤其是远距离的实行军事行动的时候 后勤供应跟不上 这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现在呢 俄军也在进一步的调整了 有一部分恢复师边制 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保障力量 不再一味的强调钢铁洪流 实际上我们看到 在乌克兰战场上 俄军的很多先进装备 有一些是俄罗斯的新兵 弃了以后没经验 一出现问题人跑了 结果完整无缺的装备 就让乌军拿走了 特别是有一款俄军的 非常先进的电子战装备 让乌军给缴获了 这个就导致俄军损失惨重 我们知道电子战武器系统 一通百通 一破百破 如果说像我们中国人民讲究的 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那一定会在撤退的头中 就把它破坏掉 美军当年派那个直升机 去抓捕本拉登的那次行动 从巴基斯坦出动的 两架特制的武装直升机 这个武装直升机是特制的 是消音的 结果其中一架 在降落到拉登 住的那个小院上的时候 伟良不小心 搁在那个围墙上去折弹了 但最后 巴基斯坦的军队 第二天早上发现情况 就到现场去找 想找一块比较大一点的 有用的材料 你都找不着 扎得粉碎 也就是他在撤退之前 全部破坏掉了 我们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第二次战役 我们的38军的 113师的 通过一昼夜的穿插 在三所里 把美军全部挡住了 美军几万人 挤在20多公里长的一个山谷里面 后面 质案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了 美军一看 完了 所以几万人 就放弃所有的重装备 操小路 从山间小路上跑了 这个时候 我们质案军高兴坏了 一看 几十公里长的山谷里面 全是美军的 汽车 坦克 装甲车 很多装备都是全新的 高兴坏了 半个小时以后 美军的空军就出动 所有的装备 已经摧毁了 这是我们自己第一次发现 大兵团出国作战 小米加步枪 仓库在前方 那是不行的 现代战争必须有陈建制的 后勤供应保障体系 战争 打的就是后勤 打的就是钢铁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今天后勤系统 两次比较大的进步 一次就是抗棉潮 结束以后 回来后就发现了 战士甚至穿着棉衣 长津湖战役 是我们建军以来 受损失最大的一次 因为衣服 被装保障不利 而导致的冻伤 冻亡了七千多人 冻伤四万多人 是我军走建以来 最大的一次损失 就是跟后勤供应保障 不利有关系 俄军的后勤保障 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在乌克兰战场上 特别是 在转入到第二阶段 也就是乌克兰军队 进行大反抗 很成功的 也就是去年八月份 到九月份的时候 把欧军打得 结结败退 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北约的支持下 乌克兰对俄军的 后勤供应的 这些加油站 仓库 粮弹仓库 进行了突击 最后 俄军供应保障 结束不上 乌军收复了 八千多平方公里的 备战领土 就是去年八月 九月份的事情 这个跟俄军的后勤 供应保障 有直接联系